五年以下的新车必须送回原厂维修和保养 这项政策在槟城引发了拖车和修车厂商业者极大的反弹 决定罢工 虽然原定的罢工日期是从明天才开始 不过考虑到大批的拖车集结上路 可能会导致交通堵塞 因此大批业者今天提早一天集结起来 他们将所有的吊车集结浩浩荡荡出发 要用强大的声势促请政府介入帮帮他们 几十辆拖车全部排好停放在一起场面壮观 不满保险公司规定五年以下新车必须送回原厂维修 宾威修车厂商工会酝酿明天起大罢工 不过在罢工前夕 宾岛数十名修车厂老板及拖吊车司机 今天已经率先集合 浩浩荡荡出发到柔府汽车城与威省的业者会合 罢工业者说保险公司的规定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 生计实在难以维持 逼不得已之下只好展开大罢工 虽然决定要罢工 但他们心里还是为民众着想 为了避免明天大批拖车会导致交通堵塞 因此他们决定今天提早集结 除了希望政府插手解救他们的困境 修车厂业者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体谅他们的处境 希望保险公司会体谅我们的行业 对吗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会员们的处境 我们这边集合最重点是要需要政府部门来出来帮帮我们了 因为我们是真的差不多不能复习的 要希望人民会明白我们不是特地的 根据了解发动罢工的宾威修理车厂商工会 旗下35家所陪会员车厂 明天起都将响应罢工 人数超过200人 直到当局插手给出合理方案为止 也就是说这段期间民众一旦发生车祸 车主可能面对车子没办法拖走的窘境 罢工业者强调他们也是迫于无奈才会决定罢工 希望消费者多加体谅 NTV7 槟城采访不到